《新年紀錄》 各位好 今天是3月29日 星期一 周而復始 又到了時時亮亮 得和大家見面的時候了 首先我們一起來回顧上週的要聞 兩會結束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首次離京赴福建考察 他考察了武夷山國家公園 智慧管理中心 新村鎮燕子科生態茶園 強調要實現生態保護 綠色發展 民生改善相統一 習近平還參觀了朱錫元 強調要以時代精神 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力 此外 習近平還來到三明市沙縣 瞭解當地醫改 推進鄉村振興 深化靈權制度改革等情況 其後他轉往福州市 瞭解城市建設 文實保護 企業創新等情況 出訪塞爾維亞的中國國務委員 兼國防部長魏鳳和3月26號 與塞爾維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斯特凡諾為奇 前往中國駐南聯盟 被詐使館就職 平調烈士 魏鳳和此前表示 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歷史 中國軍隊絕不允許這樣的歷史重演 中國完全有能力 有決心 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 發展利益 塞爾維亞總統武器齊稱 中國是塞方最值得信賴的朋友 塞方堅定支持中國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的立場 支持一帶一路倡議 內地媒體報導 解放軍火箭軍某導彈旅日前組織千人擺車 深入海拔四千米 平均氣溫零下二十度的雪域高原 展開戰鬥發射演練 作為火箭軍導彈旅主戰裝備的 東風31AG洲際彈道導彈 在演練中罕見亮相 成功對目標實施精確類比打擊 在規定時間內圓滿完成任務 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結束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馬不停蹄 訪問北約和歐盟 此外 美國總統拜登3月25號 以嘉賓身份出席歐盟的四項峰會 這是11年來首次由美國元首參加歐盟峰會 會後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 歐盟將與中國對話 並強調歐盟要有自己的對華政策 在對華政策上不會對美國亦步亦趨 默克爾還指出 對華政策不僅與經濟利益有關 還關係到捍衛歐洲的主權 他強調 歐洲與美國 有共同的價值觀 同時也有各自的利益 上週末在歐盟的一些政客 和媒體發出了 所謂新疆棉花的嘈雜聲鐘 也引起了這個話題 因為有歐洲議會的人揚言說 要推遲表決中歐投資協定 這件事情當然會引起歐盟方面 當然也會引起中國方面的關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非常明確地表示 這個投資協定是雙方努力的結果 不是哪一方面給對方的一個恩惠 那麼其實我們說雙方談了七年 最後達成的這個投資協議 它當然是對是一個互惠的這個協定 它當然不是歐盟對中國的一個恩賜 甚至可以這樣講 如果說誰更需要這個投資協定的話 那一定是歐盟比中國更需要這個投資協定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投資協定的話 中國雖然會受一些影響 但是中國的這個經濟發展 中國在世界上的格局的話 不會受到大的衝擊 可是作為歐盟來說 特別是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德國 他們太需要這個協定了 因為只有這樣一個協定 不僅能夠鞏固歐盟 尤其是德國在中國的投資 而且未來這個投資呢 可以收到法律的保障 另外從歐盟的角度來說 這個投資協定的話 它也有助於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 它的好處是多方面的 所以我們看到啊 在有關中歐投資協定 可能會這個延誤 受到延誤的這個消息傳出以後 這個德國總理默克爾表態了 他強調這個歐盟會執行 自己的對華政策 繼續維持跟中國這個發展關係 這樣友好的一個政策 歐盟不會跟美國站在一起 來對付中國 雖然這個話 這個是由一位德國總理來說的 但是誰都知道 德國在歐盟是影響最大的國家 所以德國這樣的話呢 雖然它不能代表整個歐盟 但是它確實能夠反映 歐盟的一種主流的聲音 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德國的這個工業的多個領域 特別是汽車工業 它高度的依賴中國市場 如果由於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不能夠順利的這個簽署的話 那麼這個對於德國汽車工業在中國的這個市場的發展呢 就投下了一道很深重的陰影 這是德國汽車工業不願意看到的 也不僅是汽車工業 整個德國的工業界 甚至歐盟的一大部分的工業界都不願意看到 所以這裡面也反映出了歐盟內部的這種制度性的問題 歐洲議會的少數議員 他們是有辦法通過程序上的這個問題 來阻撓這個中歐投資協定的這個簽署的 但是歐盟大部分的國家 特別是歐盟經濟最發達的德國 他們是迫切地希望 雙方經過談判了七年之久的這個投資協定 最終能夠簽署 能夠實施 因為這個是有利於雙方的利益的 它不應該受到一些這個政治事件的影響 所以未來看的話 我相信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最終會得到歐盟議會的這個批准 我們可以持審勝的這個樂觀態度 但是再說一遍 萬一這個協定最後沒有能夠 在最後關頭如果沒有能夠通過的話 那麼吃虧最大的仍然是歐盟 而不是中國 《諒談縱橫》 本月的主題是《毛澤東與佛教》 本週的主題是 《普渡眾生與解放全人類》 這個話題也是很有意思的話題 這個話題也不是我想出來的 而是第一是我們看到這本書 就是《毛澤東與佛教》裡面 都談到了這個問題 因為既然佛教它是以普渡眾生 作為一個 可以說作為第一要務 當然怎麼樣普渡眾生 這方面佛教有佛教的這個做法 這個跟革命家《毛澤東》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從這個目標 終極的目標來說 它應該是有相同之處的 既然你是要普渡眾生 你要是為全人類 要解除全人類所受到的壓迫 為全人類謀解放 讓人類能夠得到自由 那麼從這點上來說 就是說《毛澤東》跟佛教之間 它是有共同之處的 而且這個話 《南淮景》大家都熟悉的 這個學者 《南淮景》先生 他就說過 他說這個普渡眾生 與這個全心全意 為人民服務之間呢 他說是有共性的 就這點上來說 這個《南淮景》甚至說 毛澤東也是一位大佛 那麼毛澤東是不是大佛 這個當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毛澤東本人顯然並不認為 自己是大佛 我們說在1950年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 當時有一些佛教界 最有威望的人士 他們就尚書毛澤東 那麼要求毛澤東 能夠作為佛教的護法 就是毛澤東是作為中國人民的領袖 新中國的一個領袖 因為他保護了宗教 所以他們希望毛澤東 也能夠保護佛教 毛澤東是保護了佛教的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了 毛澤東他是把佛教 看成一種文化的 另外呢 因為我們說這個 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 他本人是無神論者 那麼然後呢 這個當然在社會上 在這個黨內 也有很多批判宗教的聲音 這個要求這個砸毀寺廟等等 但毛澤東對此 他也有他很清醒的看法 他說你要批判宗教的話 首先你要懂得宗教 你都不懂宗教 你批判他什麼呢 這是毛澤東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也正是出於這樣的一種觀點 毛澤東可以說他終身 他讀書經常讀在讀 一直到他這個晚年 他都還在讀佛教有關的 一些這個點擊 我想就說明了這個這一點 那麼至於剛才我們說了這個護法 毛澤東當然是不會去擔任佛教的這個護法 但是毛澤東對於佛教在現實中 他的這個意義他是非常重視的 他也跟佛教的這個領袖們 不僅是跟我們說這個漢傳的這個佛教 他跟這個藏傳佛教的這個領袖 特別是在我們說早期了五十年代 跟這個班禪喇嘛 跟達賴喇嘛 都有很多的這個交往 而且都支持他們 這個要用這個 要把這個寺廟要辦好 能夠為這個西藏人 這個做更好的這個服務 同時他也鼓勵 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 要學漢語 這樣的話更多的可以跟漢族交流 因為畢竟是生活在一個國家裡面 那麼所以關於這個普渡眾生 和這個解放全人類之間的 這樣的一種這個聯繫呢 其實這個近年來 不斷地是有人在研究了 我看從網絡上看到 這個比方說無論兩岸 無論是在這個大陸的 佛教的一些網站上面 還是在台灣的一些這個 佛教網站上面都有人 不一定是佛教徒 有些佛教徒 有一些佛教學者 那麼也有一些是這個佛教界的 一些高僧 一些這個重要的一個人士 他們也都在探討這個問題 那就是毛澤東跟佛教的關係 特別是毛澤東的這種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這樣的一種思想裡面 他是不是跟佛教有一些聯繫 我覺得如果有聯繫的話 是很正常的 從我們這個五個星期講的這個節目 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這個學習毛澤東的這個著作 了解毛澤東這個思想的話 從佛教這個角度著手的話 也不失為一個很有意義的途徑 今天第二部分 我們的主題是所謂的新疆棉花風暴 暴露了西方文明的陰暗面 中國與歐美國家 就新疆議題相互制裁之際 有關H&M與新疆棉花的帖子 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不斷升溫 是因H&M去年發佈了一則抹黑 中國新疆棉花的聲明 該聲明近日被曝光後 一時激起千層浪 中國網民順藤摸瓜 發現了其他眾多無端抵制 新疆棉花的外國服裝企業 網友發現這些企業都加入了 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簡稱BCI BCI去年以所謂強制勞動 和侵犯人權為由 暫停審批新疆棉花 使得協會的部分會員企業 跟風抵制新疆棉花 面對外界無中生有的指責 中國網民紛紛表態抵制H&M 聲援新疆棉花 多個電商平台已下架 H&M相關產品 中國藝人也紛紛與H&M 及其他BCI會員企業終止合作 此外 由於人民幣的主要成分棕棉 正式出自新疆 為此有不少網友調侃設施企業稱 抵制新疆棉就別賺中國錢 隨著中國網民的抵制行動 愈演愈烈 多家知名服裝品牌的股價 硬生下跌 事件不斷發酵之際 由BCI貨員企業開始與BCI割席 啟動退出該組織的相關程序 所謂新疆棉花風暴 根本就是人為製造出來的 一個政治議題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反映出的 就是西方文明的陰暗的一面 所謂的西方文明 主導了地球的發展 也有幾百年的時間了 但是這個文明的缺陷 這個文明的陰暗面 顯出的越來越多 我們就以這個新疆問題來說 我們說這個西方文明的這些成員國 這些國家的政客 這些國家的媒體 這些國家的這個精英 他們到底了解不了解新疆 他們不了解新疆 他們不知道新疆 新疆的面積跟伊朗一樣大 一個新疆就相當於三分之一個歐盟那麼大 他們知道嗎 他們不知道 新疆有兩千多萬人口 那麼其中有一千多萬的這個維吾爾族 也有大量的漢族 還有很多其他的這個少數民族 新疆這個地方這個自古以來 就是我們說就是這個西域 就是這個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鎮 那麼1949年以來 那麼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 這個新疆的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 但是新疆也曾經是恐怖襲擊的一個戰場 前幾天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援引了美國官方透露出來的這個資料 說美國其實當年攻打阿富汗 目標之一就是想通過阿富汗 來搗亂新疆 所以對於這些西方國家的 我覺得這是一些流氓政客 和這些媒體來說 他們想看到的不是一個和平的 一個發展的新疆 他們想看到的新疆就是什麼 陷入內亂的這個新疆 像阿富汗一樣的新疆 像這個極端的恐怖主義 極端分子 恐怖主義組織 天天在發動所謂這個 自殺式的這個恐怖襲擊 把新疆弄得這個大亂新疆 然後進一步的話 搗亂中國 他們願意看到的就是這樣 當新疆變成像利比亞 那樣的一個情況 變成像伊拉克 像阿富汗 那麼這些人才會心安理得 真是其心可諸 那麼我們這個回過頭來看 那如果我們告訴他們 新疆的這個真實的情況 他們在乎嗎 他們不在乎 他根本根本不想了解 新疆的一個真實情況 這就是我說這個西方文明的 這種愚蠢的一面 傲慢的一面 以及他陰暗的一面 因為他們以為他們了解這個世界 他們以為他們了解中國 他們以為他們了解新疆 他根本沒有到過新疆 他也敢說在新疆實施的 這個所謂的種族滅絕 他們知道什麼是種族滅絕嗎 德國人最清楚了 當年納粹德國在集中營 屠殺了600萬猶太人 另外屠殺了數百萬的 蘇聯的戰俘和德國的所謂人士 德國人很清楚 這就是種族滅絕 法國人也知道什麼是種族滅絕 當年法國發動 征服阿爾及利亞的30年戰爭 阿爾及利亞的人口 減少了整整四分之三 這是不是種族滅絕 這是種族滅絕 還有當比利時這個小國 也加入了新疆問題的大和尚的時候 他們最好想一想 當年比利時的國王利奧波德 在今天的鋼國民主共和國 建立了 他把自己的莊園 就建立一個國家那麼大的莊園 屠殺了數百萬的鋼國黑人 這就是種族屠殺 那麼另外像我們知道 這個西方殖民者 在這個美洲大量的屠殺印第安人 我們都知道的 所以當這個西方國家 他們一口咬定 他們原來是一口咬定 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屠殺 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是什麼概念 他們說在屠殺維吾爾族 維吾爾族有1100萬人 而且這個人口增長率還很快 如果要按照他們這個邏輯 中國要滅絕維吾爾族人的話 我想要建立100個集中營 而且是要像納粹那樣的 這個集體屠殺和焚化爐 那樣的一個集中營 你還要多長的時間 才能把1100萬人 以維吾爾族人都消滅的 完全是捏造的嘛 但是他們居然就信 當然現在已經沒有什麼 西方國家公開地說 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了 結果他們就拿棉花出來說事兒 我注意到有一個法國作家 他是屬於西方世界 少數敢於堅持真理的 他寫了關於西藏 關於新疆的書 用法文寫的 那麼在法國也有一定的銷量 但是這位作家 被法國的主流媒體所排斥 這因為他瞭解了真相 而且他首先向法國的讀者 介紹了新疆 西藏的真實的情況 那不是西方媒體所渲染的那樣 他也揭露了一個政府的無國界組織 實際上是受到美國情報機構的資助的 但是因為他捅破了西方媒體的謊言 所以他受到了排斥 我說這就是西方國家的媒體 他們的真相就是如此 當然目前的所謂的新疆棉花風暴 還不至於就讓這些人收口 因為美國在這方面 利用情報戰 利用信息戰 或者是利用各種各樣的假新聞 捏造假新聞來打擊對手 已經有很豐富的經驗了 如果新疆棉花風暴不能夠傷害中國 他們可能還會想出其他辦法 從這裡我想到的就是整個西方文明 在這個疫情當中所透露出來的 這種高度的這種無力 這種沒有責任 而且這個能力也是非常沒有能力的 我們看這個無論是美國還是這個西方國家 基本上他們在這個處理疫情方面是失敗的 西方國家這個疫情是失控的 那麼成為對照的就是中國 所以西方國家這個輿論開始形成這樣的一種 而且這種輿論這種說法在東亞地區 我們說在香港 台灣最有影響 他們把世界分成兩個 一個是民主的世界 民主的世界就是好的 什麼都是好的 即使疫情控制不好也是好的 那麼另一個世界就是所謂極權世界 以中國為代表 還有包括俄羅斯 那麼極權世界的什麼都是不好的 甚至極權世界你生產的疫苗也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你是極權的這個疫苗 這樣的笑話它不斷地在產生 就好像台灣的一部分人 把這個台灣的菠蘿稱為是民主菠蘿 民主菠蘿可能就特別好吃 那其他地方的一個菠蘿呢 譬如說中國大陸也有菠蘿 那那個菠蘿呢 都是極權菠蘿嘛 所以現在這種兩分法 這種我覺得是兩個平行的這個時空 已經是越來越明顯的 因為對於這些西方世界的人 或者是這個把西方世界看作是民主燈塔 看作是這個人類坎摩的人來說 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 而跟西方對立的這個中國 一切都是不好的 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當然這還不是世界的一個全部了 我們看到這個即使西方國家 剛才我在前面講 你想想拿摩克爾他就是堅持這個歐盟 應該要跟這個中國 發展一個友好的關係 那麼就是美國這個拜登政府 我們說包括這個 美國的這個國務卿布林肯 雖然他在這個 他們幾次組織這種反華的 這種所謂這個民主聯盟 實際上都沒有能夠真正的這個成功 但是同時他們也都知道 還是必須跟中國在某些領域 要展開合作 所以中國現在面臨的 不僅是中國了 我們說其實我覺得全世界 你真正那些所謂想聯合起來 想要來這個 一方面是在詛咒中國 一方面想要抵制中國 但是又不成功 但是不成功 他們也得這麼做 總是從不斷的這個設置話題 來抹黑中國 這實際上反映了就是 整個西方文明他在衰落當中 由於他不能控制疫情 他就想甩鍋給中國 他想把一切都歸咎於中國 但是這能夠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嗎 當然解決不了 我們看到比方說法國的疫情 越來越嚴重 法國政府實際上是束手無策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法國政府居然 不僅是法國政府 其實有多個國家都有的情況 居然他還有時間有餘力 出來這個詆毀中國 用一些跟疫情都沒有關係的問題 比方說這個新疆棉花的問題 還要來制裁中國 那麼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國家他們的愚蠢 他們的這種傲慢 實際上最後受害的是他們自己 而不是中國 今天第三部分 我們的主題是 美國德克薩斯州準備建高鐵 那麼也扯上了中國 自上世紀60年代 美國高鐵已經開始發展 但卻由於種種因素果足不前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 一直積極推動基礎設施建設 他承諾擴大美國鐵路網絡 使其成為世上最捷徑 最安全 和最快的鐵路系統 重點打造第二次鐵路革命 將在全美範圍內 啟動新的高鐵項目 為此拜登政府 擬製一套長期經濟計劃 強化美國基礎設施建設 預計投入3萬億美元 為了向國會兩院推銷 這份高達3萬億美元的 基建計劃 美國交通部長皮特 布地及格3月23號宣稱 在鐵路方面 憑什麼德克薩斯州 就不如中國 德克薩斯州去年9月 批准修建全美第一條高鐵 全長386公里 預計今年動工 2027年通車 不過美媒報導 截至今年2月底 該州已有8個縣 出面反對修建高鐵 美媒還指出 共和黨人普遍對基礎設施議題 有抵觸情緒 預計3萬億美元的法案 將面臨很多阻力 超級大國美國在80年前 上世紀30年代 他們的高速公路已經是全國聯網 這是美國人非常驕傲的一件事情 對世界其他國家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這樣一種 可以說督促的 就是一種榜樣吧 是吧 當然美國我們說國土遼闊 基本上美國的國土面積 跟中國差不多 但是美國的地形 比中國要優越得多 不像中國有很多的山區 美國大部分地方它都是平原 而且美國的工業化 實現得也很早 美國的汽車工業也很發達 所以高速公路對美國經濟 對美國各地的交通的往來 人民的生活 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那麼也是美國 超級大國的一個名片 但是畢竟80年過去了 一方面美國的高速公路在老化 但是另一方面 這個超級大國居然就沒有一條高速鐵路 那麼其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 美國的整個的基建 我們說不僅是高鐵 不僅是高速公路 整個的基建都已經落後了 那麼在這方面 中國的成就 中國在基建方面的成就 讓那些美國的精英 至少是一部分了解情況的精英 一方面感到非常驚訝 那麼同時也感到了一種壓力 其實中國發展自己的基建 不是為了去跟任何人去爭奪 取代 更不是為了取代美國 中國是為了自己的發展 但是中國被稱為所謂基建狂魔 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 中國的這個基建 無論是規模 速度還是質量 都是全球第一 那麼特別是高鐵 中國已經通車的高鐵里程 是世界第一 而且還在不斷地延長 中國高鐵的這個技術 那麼也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如果想到這個德州州長 他為什麼會拿中國的高鐵來說事 就憑什麼德克薩斯就不如中國 你建好了 你就可以跟中國看齊了 其實說一句開玩笑的話 德克薩斯州如果想建一條 360公里長的高鐵的話 如果讓中國的鐵路公司來承包的話 一定比美國的本土做的這個施工的時間 比美國的短 而且呢質量一定可以超過美國要求的這個質量 當然我也相信美國人不會找誰過來做 美國人也是要面子的嘛 是吧 那麼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拜登 或者是美國這個民主黨的政府呢 他們也看到了美國在這方面的這個 和中國的這個差距 即使他不是為了這個趕上中國 或者是超過中國 他即使就是為了美國自己的經濟的發展 為了美國自己的全國的這個交通的提升 他們也應該在基建方面要做新的努力 但是這方面看來呢 受制於美國國內的這種黨徵啊 還真的不容易做到 所以從這裡我們也看到一個 我覺得越隱身出一個很有意思的這個問題 那就是這個前兩天啊 美國總統拜登和這個 英國首相約翰遜啊 這個金毛約翰遜 他們在通電話的時候呢 講到了一個設想 那就是那麼他們兩位呢 顯然都已經看到了 這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這個十十幾年來啊 在這個所取得的這個巨大的這個成就 比方說這個王毅啊 國務委員兼外長 這個王毅這個 最近不是在這個中東訪問嗎 他就講到了中東地區 有十九個國家參與了 一帶一路這個建設 另外我們看到 作為一帶一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啊 就是這個中歐班列 在這個蘇伊士運河這個癱瘓之後呢 中歐班列的這個運輸量 這個以200%的這樣的一種速度 在這個增長 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帶一路所帶來的 這種巨大的這個影響和這個威力 所以呢這個拜登和約翰遜 對這個一帶一路 一方面呢他們很有興趣 那麼同時呢 他們我覺得他們還是不懷好意的 他們提出了要建 所謂民主陣營的一帶一路 這個所謂民主陣營的一帶一路是什麼呢 當然美國和英國都是所謂民主陣營的 但是你要在中國的這個 一帶一路倡議的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要重啟爐灶嗎 那麼這個重啟爐灶 或者說是由美國和英國來牽頭 美國和英國來出錢 那麼然後呢 然後這個所謂這個民主陣營的 一帶一路 它所經過的這個範圍 是不是也是所謂民主陣營的呢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中國的一帶一路 是一個所涉及的這個範圍的國家 大部分都不是所謂的 這個民主陣營的這個國家 那麼所以這個美國和英國 如果也要藉所謂民主一帶一路的話 你要怎麼樣不跟中國重疊呢 如果跟中國重疊的話 那麼你的這個優勢又在什麼地方 就在於民主嘛 就在於美國和英國的 這個安克魯薩克軍事的文明 能夠給 能夠建立一個新的一帶一路 其實就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新的一帶一路 如果能夠跟中國平行的話 我覺得也不錯啊 雙方可以有一個和平的競賽 是吧 如果實際上美國和英國 拿不出任何理由來說 中國的一個一帶一路不好 他們只是看不慣 他們只是不喜歡 因為他們很清楚 在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個建設當中 一帶一路發揮了一個非常大的這個作用 那麼同時呢 中國的 無論是中國的這種和平發展的這個理念 還是中國製造業的實力 中國的和平外交 都在這個一帶一路倡議的這個實施當中呢 這個逐漸地就充分地這個反映出來了 所以這讓這個所謂民主陣營的 這個兩位總統和這個手下呢 讓他們這個坐立不安了 雖然他們講話好像是有點開玩笑 但是他好像並不是真的 只是作為一個笑談的 但是我很有興趣的就是他們怎麼來實施 是吧 怎麼來實施 這個一帶一路需要大量的這個資金 美國和英國有這個資金嗎 顯然是沒有的 美國連自己國內基建的這個資金 他都沒有辦法這個籌集 雖然美國人可以靠大量的印美元 來發債 可以來這個刺激這個經濟 但是要做一條新的這個一帶一路 而且這個一帶一路是所謂的 民主的這個一帶一路的話 實際上是基本上是沒有可行性的 美國沒有這個力量 英國更沒有這個力量 我還不知道其他的所謂民主陣營的 這些國家是不是願意加入 包括這個印度是不是也願意加入 印度出於自己的利益 是不願意加入這個一帶一路 但是印度有沒有能力跟美國印度 美國 英國一起來 做一個民主的一帶一路呢 也是不可能的 上星期二開始 蘇維斯運河忽然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 一艘19 排水量19萬噸 就相當於兩艘航空母艦的巨型的貨輪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橫躺在蘇維斯運河上了 整個蘇維斯運河就此中斷了這個航運 對世界的經濟 物流 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它當然也就成為漫畫家 所關注的一個主題 而且我們還不知道 這時候這個長字號 什麼時候能夠擺脫現在的困境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謝謝大家的愉快